大家好 今天是10月8日 看看我后面那个黄色的小树梅了 11月8日 随着衣服的增加 天气的半变冷 黄色的秋天的那个小黄树梅了 这是最好的一个景 这几天印象最深的 就是 我是没有印象最深的就不讲 你不打动我的事我就不讲 我是看其他的媒体讲的 就有那么一点没讲到 我就忍不住了 就得要说两句 有一个朋友他说 怎么现在打疫苗 这么多死的媒体怎么都不报道呢 这是啥原因呢 我跟你说 我个人理解 这原因就是那个药片要出来了 什么库摩药片啊什么 默克药片啊 就是那个 防疫苗的药片要出来了 那药片要出来了 那药片要出来了 一月份一出来那不就完了吗 他这个疫苗就全都作废了 所以他就逼着人打 各种强令措施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反正你不打就不行了那种的 他就是为了别赔 他就是为了别赔 打一个不就多少多少钱嘛 这样厂家不至于赔 反正只要大家都不打 那也就全都赔了 厂家也赔了 政府也赔了 是政府让厂家生产那么多的嘛 所以各地的政府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吧 他还有那么一个心就是我让你打了 你再死了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我没有不采取措施 我采取措施了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再一个呢 印象最深的就是 马云上次我说他口才好 成功的这个关键是 他有一个曼哈顿利斯事务所 我的蔡崇信 那个人在三代律师世家 台湾的哈 是做过风险投资的 那个人政商关系也很厉害 在世界各国吧 在纽约在美国北美就更是了 所以就老是给他搞到这个六位书的 融资啊 赞助啊什么的 这样马云的公司不就活了吗 这是其中之一 后来我想了想还缺一个最大的 就是他在中共国下的政商关系也是很厉害的 江征都是这个 他攀附的或者是能够打通各种商业渠道给他 搞资金啊搞融资啊都创造了很多方便 而且好像还有江征家族的股份 起码是江征明家的股份 那是绝对是有的 是孙子还是儿子 这个才是他在 呃现在是八千个亿哈 这个这个这个世界首富的这个原因 也是关键之一吧 比那个有一个好的CFO 还重要吧 比拥有了蔡重信这样的帮手和哥们儿还重要 那是也是关键的 能够给他找到在法律范围内 利用律师事务所给他找融资 这个是绝对是关键的 但是呢他在2013年 以前他都是赔的 2013年以后他就是风水营 风生水起的就这么转 然后到了首富 那个找到一个CFO是一方面关键 还有个最关键的关键就是在权势方面他站在了这个当时是中国的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的一边吧 这样的融资就更厉害了 那谁不给他赞助啊 有有这两个人家族的股份嘛 影视界呀文化界呀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支付宝 发起来就特别的快嘛 这次让他去欧洲考察农业可能也是中共看他既然能搞得这么风生水起的那么就搞搞农业吧 也可能是有这方面 现在要闭关锁国嘛 那么就找一个能把全国农业都搞得像支付宝那么风生水起的 他想这样 其实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不在农村都去城市打工建筑工地哈 那个挣钱多 所以没人种地了 我是问过好多朋友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我说中国这这这这啥时候是农业国缺过粮食啊 怎么怎么就不能农贸市场自给自足啊 为什么就非得靠美国呀 他们就说没人种地了 农村都没人了 这是一个原因 看看马云能不能给搞起来 反正这次让他到欧洲去考察农业也是 一是他又选边站又选在 政治势力一定要是当前第一号人物第二号人物 他一直都是这样选择他 所以 选边站 这次他又又要选对了吧 虽然他这个演讲能力是超过了中共的现在的第一领导人 但是他还是在人家之下呀 所以就得给人家 往人家那边站 站完了呢 他不站也不行啊 他到哪他都得有家属啊 亲朋好友啊 这些人都赚在共产党的手里头啊 所以他也不敢跑 跑也跑不了 人质啊 早就人质了 他家属都在人家手里头赚 但是他这个世界首富他也没必要到处跑啊 往哪跑啊 反正他也不缺钱 到哪都能玩得赚啊 然后再给给共产党的这个选边站 再站在这个最强势的一番再重新选一下 这样呢 还能活下去吧 反正要用他 再把农业也搞得像支付宝那样呗 就这意思哈大概 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 只要站在当权者一边 现在是第一领导人的那一边 你就能够在中国还有事干吧 就是风头别太超过超过演讲啊 演讲能力啊 是这几年他当老师 在2013年以前他当老师已经练出来了嘛 那个演讲能力是厉害 他的对未来的必须是数字时代 控制未来的世界 控制钞票支付 这个他是倒是说对了 这方面演讲倒是对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没有获得现任领导人的认同吧 反正就是也可能他属于49年50年那时候割韭菜哈 公私合营把富人的都合并到 嗯 国企来 富人的私人财产都合并到国企来 他可能就赶上了现在这个闭关锁国习近平 这个这个风风头了吧 所以他就现在这个状况嘛 反正也让他活 但是不让他富成为第一首富哈 让他把第一首富内都割下来 砍下来都给这个穷党 穷党穷国穷民 实际上是给党了 那再一个印象最深的呢 就是他们都认为 在彭帅给这个彭帅 彭帅写的那个长文里头哈 揭露这个不伦之恋这里头 说张高丽的太太给她开门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彭帅自己以为是开门 其实是她太太怕张高丽 又不敢去说 又想听她俩在屋里干啥 可能是这么回事 所以她就站在门口 结果出来她以为彭帅就以为是开门 其实大家想想自己的家 在中南海也好 在南也好 都是独门独院 翻锁不就行了吗 如果是在旅馆那就更不用说了 她必须得出去 就一个房间她不得出去吗 怎么叫开门呢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 自己独门独院的家干那事 她反锁就行了吗 谁也来不了 谁来都得通过她太太 这不能说是开门哈 就是 但是从全篇文章看 我觉得他们说思路不清晰 我觉得思路非常清晰 她就是要个名分 而且她就是最后炒翻了 最后她写这篇文的时候 揭露文的时候是 今天下午你又来电话 你又说 今天中午你又来电话 你又说 以后再说 就想玩就玩 什么什么 玩完就完了 就这个把彭帅惹火了 我认为是这样 而且她三十五岁 一生都献给她了 你十九岁开始的嘛 那就是说人家一直 那琼瑶小说看多了 她就是认为 架个大官还是值得的吧 而且她一直就是 认为能够福正嘛 所以她有些细节呀 你不要看那些男评论员 评论 她还有年轻的评论员评论 那个男评论员呢 有时候她评论不到 女人的心里去 女人要是认准一个人 那真的是一生都会活出去 她三十五岁了 你又不给她扶证 又不答应她最后谈判的一件事情 那她不就活了吗 她觉得 你用琴布砖 我用琴砖 她可能是这个 我觉得她活就活在这儿 甭管人家怎么着 人家是动了真心的 那个 谁也不像没动真心 但是呢 由于她那个官位 她就得这样 反正 这里头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 还有一个 大家都没有感觉到的 也没有 谈出来的 评论的人很多啊 但是都没说到 最关键点 就是说 她 她能跟 呃 副总理 去 就是 我当年的市长 后来的副总理 一直 一直就是 打球 那么她也可能跟其他 呃 高官打球哈 跟那个谁 平等地位的 如果像大家猜测的和评论的那样 有可能也 也有其他的高官 郑国级的 也好这一口 你想啊 那个 这个 这些 这些 这些人 她 找 情人 找 二奶的时候 她也是要考虑这个人 是文艺界的呢 就容易水性洋花 是 是波音界的呢 也可能 也算文艺界的 也不可靠 她还会 遇见其他人 被其他人 邀去 饭局 聊天 但是 找一个运动员 就 名人 就不一样了 她 很可能 专一 运动员 她是 头脑 是直线的 你聊几句话 你就知道 她没有复杂的思想 她也没有 特别 特别 这个 弯弯绕 她就是 要等你 她就等你一辈子 她有个这个 这个 微妙的东西在里头 所以呢 这个 我看台湾报道是说 彭帅现在在洛杉矶呢 洛杉矶是二奶村呢 二奶都在洛杉矶 大奶都在温哥华 这是我朋友 有一个朋友说的 是不是这样呢 好像大部分是这样 但是据说现在 嗯 二奶也有往温哥华跑的了 温哥华全都是海边啊 特别美 洛杉矶呢 也就是好莱坞的中心吧 其实 美也 谈不上 有温哥华美嘛 但是那儿有个二奶村 啊 呃 如果像大家猜测的那样 是是 这封信有人改过 有人 呃 参合了 那 他可以跟副总理打球 他也可能跟其他的副总理 和政治局委员打球 只要那个政治局委员想 想找运动员 不想找演员 不想找文艺界的 那么 也可能 就找的是他吧 也可能 这是这是顺着大家那个思路 我是这么分析哈 他能找副总理 他就不 不可能 找一个副总理 有一个副总理看中他 就不可能有 其他的 郑国级的人 没有想到跟运动员打 打球 睡睡觉是 最保险的 不会有那么多 呃 背叛吧 有可能 他们会 但是我觉得这个 大伙的这个分析 各个自媒体的这个分析 都不太 靠谱吧 因为 那你说王立军他去领事馆 不也是突发的吗 他就是逼火了 逼急了 没有退路了 他才写的这封信嘛 那个王立军也是这样嘛 所以不能说是有另一派 呃 知识彭帅 如何如何 你再怎么知识 你也不会知识一个女人去背叛自己真心用情的一个男人的 所以 所以 这是这个女人觉得失望了 没有希望了 最后一次吵架 谈崩了 而且那个 他等了一生的人也不会再 在 在跟他有什么可能在 像他希望的那样了吧 他已经绝望了 他才写出这封信的 而且他怕什么 他既然在洛杉矶的话 他根本就不怕呀 他本来就在国外 而且他已经是名人了 但 所以我觉得这样分析还是比较靠谱的 好 暂时就 分析到 这是最近几天印象最深的吧 呃 不要人云亦云 也不要以男人心理去 评论女人 也不要 一定要以那个不专一的 用情不专的那种女人的心理去评论女人 你一定要用那个用情专一的 真心等着自己这个希望的那种 高官男人吧 嗯 谁 哪个女孩子不愿意嫁一个副总理啊 是不是 这个 这 这 这 就是你要用 他那种 那种 把一生都献给他了 呃 一生就 就这一个非他不嫁 就那种 你看他打球 走到哪都带着那个项链 你就想他用心 用 用情多钻吧 那这样的人要是伤害了他你想 而且让他觉得不可能再有 可能 成为大奶了 那就 肯定要做出 超常的举动 反正 同归于尽吧 你也 我们俩都到贸岸然 那我们俩就都 公开吧 他就是这心 你 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 靠谱评价 哈哈哈 好 不要乱评论哈 人家女孩子受伤害那么大 但是有一点 但是有一点 确实是 如果他不是高位 就他长那个德性 呃 可能 十九岁的女孩也不会看上他的 也如果他不是强迫 对方 跟他干那事的话 这倒是有可能的 必须得是高高位 强迫人家干那事 有那个人可能有可能 但是 呃 我保证取你 他俩都谈 谈这个话 都曾经谈过 那你想想 这又不是 隔了很长时间 是上午 他俩吵完架 不是 上午他俩 他俩他俩 通过话 嗯 那个 没良心的男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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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一个 失望的感觉 再也不 不可能有希望了 给他的是这个信号 这个感觉 那么他就火了嘛 爆发了 三十五岁了 人一生有几个 十九岁到三十五岁 这二十多年 哈 所以 这是 非常可以理解的 不用受人支持 他就是为自己 他也 厌不下这口气 湖南妹子 那绝对是火辣辣的 好 就是 你 确实是那样 你不 对人没那个心 你干嘛 要招惹人家 哈 七年又去找人家 嗯 要不然他会 会 会爆爆出来 公开揭露 这段恋情吗 他不会的 你你七年又去找人家 又给人扔了 那人家还不发火 那人家还不发火 人家本来都不 不想这事了 所以 他这次 中午打完电话 晚上就写这封信 我倒觉得 我倒觉得上网那些人 二十分钟为什么不拿掉 那些人看着好笑 好气 解恨 所以故意停留二十分钟 就那些网管呢 他也有打盹的时候 好 这就是我印象最深的 好 别的吗 想就想不起来啥了 再见